不過我們說到在這次先起的AI旋風 黃任鮮在昨天 他也送給了這個台積電新的董作 也就是總裁魏哲嘉 一份這個新上任的大力 他就強調說這個台積電的股價 雖然我們一般已經覺得漲很多 但他認為說還太委屈了 他甚至也說會支持台積電 拜包括晶圓還有COAS的一個保價 他都會支持他 就是漲價都沒有問題的 對 其實這兩天 台積電力多真的很多 第一個 你比如我回答了 只是想 你看一下 你比如說他強調台積電 股價太委屈了 然後認同魏哲嘉的價值說 他說他會支持台積電 在晶圓COAS報價的漲價 其實供應商基本上 你要調償我價格 我應該說 你不要漲 對不對 怎麼還在公開的場合說 你給我漲價 你漲沒關係 而且還不是小小的漲 對 你看一下 這個漲價幅度還滿大的 三奈米的平均售價要11% COAS的部分要漲兩成 對 這個漲價真的是很多 所以你看一下這兩天 你看台積電的股價真的漲翻了 好 你看另外的 因為這麼多的利多 你看一下外資的部分 也出了報告 其實最近很多的外資都在出報告 不只外資 國內的券商也是相同的 有一家是從928 上條叫980 重申加碼的一個平等 另外一家維持975 可是也是重申買進 其實當然現在的台積電的好 其實說真的也不是現在知道 只是說大家突然之間發現 AI的最上有什麼是台積電 除了回答之外就是台積電 全部都要下單給他 所以你看他整個本益比的拉高 也就是說AI在你半年前的時候 大家覺得AI這一塊有可能想像中 會不會有這麼好不知道 可是半年過後之後發現 AI 真的比想像中來得好 所以你看一下 EPS今年的預估 基本上大部分的券商估的 從之前大概在37塊附近 現在大概接近40塊 其實明年的預估的EPS來講的話 大概都接近50塊 你看這樣的成長性 其實真的是滿大的 一般來講的話 其實以今年 我覺得外資估的報告 大概以今年的EPS 25倍 明年的EPS來講的話 大概是20倍 假如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目標價是不是大概就是 1000附近的水準 因為 對 今年大概40塊 25倍 明年50塊大概20倍 所以大概有1000塊附近 假如你真的是中堂線的人 其實你看線很簡單 這一條是季線 你有沒有發現這一波真的很強 幾乎都沒有失守季線 就是像這樣 有時候你覺得這邊好像 那時候MH 還有前幾天MHC 還調向台積電權 雖然是有回檔 對 但是他季線 還很遠 對 還守得住 當然現在跟季線的 正乖離太大 有時候會突然之間拉回 那個是沒有關係 所以你假如中堂線的 你就等季線之後 失守再賣 因為大家都想要賣在最高點 可是那個不可能 季線怎麼可能賣在最高 那假如站上季線的時候 基本上你就買 比如說像這邊站上季線之後 真的你買的話 就真的賺大波段 真的就可以賺一大波段 真的賺一大波段 那假如說你是短線的人 比較短線 因為短線的人 我跟大家報告 台積電你做短線 其實也很累 心臟你也要很大顆 因為你就要用月線來的 你不可能說我做短線用季線 因為那個距離太大了 然後月線 你看一下 失守的時候你賣 對不對 賣 可是當你站上的時候 你又要買回來 對不對 然後失守的時候你又賣 可是站上的時候 你又買回來 其實你也賺得到錢 真的 如果站上月線的時候 通常也都會有一個波段 對 所以我的意思說 短線的操作者 大概是這樣子來進行操作 可是重點來了 我覺得現在大家操作 真的會有憂慮 集體的憂慮你知道嗎 因為台積電這種 漲到現在 鴻海 聯發科 真的你也不敢買 可是你又覺得指數長成這樣 你又覺得指數好像會繼續漲 可是低檔的股票 你又覺得買了之後 也不太會漲 因為資金不會進來 然後大家也都知道 AI是趨勢 都是要看AI 但是很多 幾乎都全部漲過一輪 對 就是漲過一輪 你知道嗎 要買那個強勢股也怕 要買跌生的你也怕 對 就 所以憂慮了你知道嗎 所以到底要怎麼挑 對 所以我們怎麼挑 其實我跟大家講 我跟大家講一個邏輯 當然大家選擇的股票 基本上都相對強的 線型好了 最好是季線 月線都上揚 年線 可是講真的 那種股票都漲了一段 我們來看一下 你比如說 有些股票 其實在不知不覺當中 在美股的部分 其實它已經從低檔上來 你會覺得低檔上來 好像漲沒有多少 錯 我跟大家講 你比如說 易發半導體好了 易發半導體 其實你可以看到 它的一個股價的部分來講 一樣它的財報不如預期 最近這五天漲了10% 你說會少嗎 就這樣子 所以從低點上來 漲了15%的水準 這種就是公率半導體的部分 所以公率半導體有一些 真的在美股的部分慢慢上來 因為預期 谷底已經過了 另外Warsby的部分 這個就是第三類半導體的部分 其實你看一下 這個也是財報不如預期 報大量 然後這個就是有另外一家 所謂的一個機構看好它 所以外資機構下去買 你看一下 從財報不如預期的時候 其實股價是這樣 股價財報不如預期之後 現在的股價 離這個地方 反而越來越高 代表什麼 並且包量代表有心人 真的買進了 籌碼換到所謂 比較大戶的那邊 就是有換手了 換手 換手成功 你看一下 低點起漲 其實說真的 這個大概也一個月的時間 漲了43% 說真的會少嗎 不會 只是你覺得 好像沒有漲很多 最近這三天好了 漲14%這個會比台積電少嗎 也不會 這個會最近這三天 會比NVIDIA少嗎 也不會 對 所有的 這個就是第三類半導體的部分 其實真的慢慢上來 打底完之後 經過利空的測試之後 股價開始慢慢上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個人覺得 因為剛剛提到的憂慮感 因為會憂慮 好 所以你找極其低的 可是你要搭配現行 搭配它的營收的部分 你比如說創意好了 其實它四月份的營收是低點 MON YOY都大幅衰退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五月六號公佈的時候 其實它四月份的低點在這邊 五月份公佈之後 股價其實稍微回檔 並沒有破底 又開始漲 從低點這樣上來 你說創意 你知道漲幾%嗎 52% 就這短短的一個多月 五成以上 對 所以你不要瞧不起這種股票 然後你看技術線型 它也站上季線了對不對 因為它四月營收開始這樣 當然今天公佈完之後 有一些短線客獲利出場 可是這種 拉回來是可以留意的 好 另外的 你比如說像2340的台亞的部分 就是跟這個有類似 第三代半導體的部分 你看一下 股價的部分來講 我們應該這麼說 這個地方 其實它在營收的部分 二月份的時候 營收是最低 二月份的股價最低點 在這個地方 三月 四月營收都比二月高 股價還在這個地方 其實像這種股票 我跟大家報告 只要它五月份 基本上開始月升的話 這個股價都是被低估了 營收不好的時候 它雖然是有正常走第一段時間 對 就是營收最低點 是在這個地方 營收越來越好 理論上股票 因為它已經跌了一大段 理論上它的營收上來之後 股價應該在這個地方之上 那未來的營收 它也會出現成長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階低的 反而是可以留意的 風害危機惡化 讓運價是不斷的飆漲 所以照例我們看到 這個貨櫃三雄 有這樣的一個利多加持 真的是淡季不淡 不過接下來這個題材 還可以繼續發酵嗎 對 沒錯 貨櫃三雄可以說是 其實這一波以來 真的痞疾害來的股票 我們先看一下 你看那時候 長榮的部分開始慢慢漲 對不對 它也不是慢慢漲 那時候一開始 是納入高股息的成分股 然後漲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 一開始帶動了陽明 一開始帶動了外海 可是之後股價又回檔了 因為那時候大家去 只有它在漲 因為那時候就高股息的成分股 然後跌破月仙那時候 大家覺得 運價好像紅海危機 也沒有怎樣子 對不對 結果重點來了 當它公布了第一季季報的時候 突然間發現 陽明怎麼賺了兩塊多 萬海也賺了一塊多 後面的股價 對 股價之後 開始出現上漲的一個走勢 當然這當中來講的話 運價的部分也開始反彈 開始上漲 好 來 那重點來了 你看一下現在法人的看法 大概是這樣子 因為現在紅海的危機等等 你看這個塞港 新加坡6月1號的一個船位 你看這個綠色的都是船 這麼多船要等待進去港口 你就知道了 看多塞 那塞了之後 綠色這些都是塞在這邊 對 都塞在這邊 那你當然塞船之後 貨櫃也塞 就跟之前的疫情一樣 對 缺船缺櫃 所以現在大家預期 運價的部分 當然又會漲 好 重點來了 現在是淡季 淡季的運價都漲成 這樣子的話 當然現在絕大多數人會覺得 那旺季還得了 對 等到CRISMA之前 比如說我9月10月 對 年底的旺季 那不就完蛋了嗎 所以現在看法 股票就是反映未來的預期 所以他認為淡季不淡的狀況之下 下一季開始進入旺季 當然旺季更旺 報價有可能漲半天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股價的部分 你像長榮 陽明 萬海都大漲 那板線操作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一個邏輯 有的人會覺得